好 继续我们来掌握的是 这个郑文灿 郑韵鹏 被绿营侧翼吹捧为台积电 在桃园设厂的幕后工程 那么台积电则是很委婉的回应 说不排除在任何地方设厂的可能性 对此呢 这个脸书粉砖 就狠狠打脸绿营的网军 反而指出说张善政曾经协助过 台积电取得土地践新厂 这应该是让台湾领先 南韩打败三星的大订单 都没有在过程吹嘘过 不过虽然设厂的消息还不确定 台积电宣布在美国雅利桑那州设厂 会在12月上旬举办第一次的基台遗机典礼 到时候台积电的董事长也会亲自率队 台湾的官员也会前往 陈出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也会出席 那么进去我们来看到的是 台积电要落脚这个桃园龙潭 那么郑文灿呢 在昨天有说默默进行大概一年多左右 而郑韵鹏也说自己做了于公宜山的工作 时事评论员王上志却回应说 民进党是习惯在选前开空投支票 选前 我讲民进党每次都在选前开空投支票丢利多 已经是他们的习惯了 我觉得现在当然台积电 最于所有当中任何一个县市 如果能够争取到 特别不要说现在不亲爱你 现在台积电最新最新的先进制程技术的这个场 而且这样场是更大的更严格更先进的条件 那么到底桃园有这样的地吗 所以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都很傻眼 因为我先前包括有些台商 过去台商回流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尽可能 特别是他们的产品 如果是基本上走空运的话 都很希望能够就近在桃园国际市场附近 当时台商回来包括在问我 跟问我周边朋友 在桃园就是根本找不到地 连包括像观音那个地方 有几个园区的部分 根本要不就其实有空地 也都被一些人抓在手上了 根本没有闲置的土地 我真的不知道郑文燦从哪里 或者是县政府手上还有哪些地 可以释出给台积电 而且在台积电当中要知道 他有非常多的配套 半导体厂可不是带一个铁工厂啊 他要用到特别的电 用到特别的水 他的部分的位置 周边的香江当中的供电的部分 他可是要所谓这种比较粗的 这种大的电缆 周边的部分的环保部分的考虑 比想象中要复杂难度很多 桃园那边的状况 桃园那边还有地层下线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因为先前包括在等等的部分 那种养殖水 这种所谓那种余温的部分 这都有很多的问题 哇现在就能够宣布 我觉得他就是选前先丢这个绿多 最后而且一方面好像回过头来 也给台积电施点压力 你们现在在考虑 我们也跟你谈得七七八八的 我们有展现他们成立 赶快要点伴墙不买单的议会 有点这样在这里头 而罗志强在脸书上指控说 对于这一次的选举 有一些这个友台的学者 日本友台学者或是绿营的大佬 可能都不太看好民进党的选情 他也表示说 但民进党是很会选举的 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奥伯跟抹黑 罗志强他本人认为说 这一次民进党的选举呢 有做了像是一些抹红张善政 抹黑高红安抹黄蒋万安的事情 有些事情没有 却说成有的一些证据 可以打脸的事情呢 都被拿出来检讨 那么他就说 有些指路为马的一些情势 大家呢 其实自有公平 自有判断 甚至还说 不要被他们绑架 安政啦 就回应说 如果事情是他促成的 那么就要有把握的 告诉大家 像是时间点 会是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在这个选举的 节骨眼上 他讲一件台积电 都不愿意公开证实的事情 这不是在创造 在操作选举议题是什么 我觉得一位政治人物 要有担当去成就 产业的发展环境 而不是在消费 产业的发展成果 我请问郑玉鹏 如果这个事情 是你促成的 你这么有把握 请你告诉大家 台积电什么时候 会进驻到龙台园区 你可以讲得出来吗 应该得着这个 所谓的负面文圈 讲的重点 第一 他在立法院临体验 第二 在如初大火 二十几天时间 他都没有出面关心 这讲的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不是抹黑 我觉得 我们的郑玉鹏非常奇怪 他好像在 把自己塑造成 诚实中的防疫懒人包 把自己的凸显 把自己的这些硬伤 都给凸显出来 让大家特别看到他 真的是有这些问题 这个绝对不是负面文圈 就是实实在在的 点出 郑玉鹏过去的问题 不用心的问题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